还在上学的朋友有学习压力 已经工作了的朋友也有很大的工作压力 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如果能够不用工作的话 可以说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了 现在很多国外的年轻小伙为了实现不用工作的梦想 就扛着金属探测器到野外去寻宝了 国外的一个农村小伙就非常好运 在他到野外寻宝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一个神秘宝箱 在把这个宝箱给打开后不但订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其实这个国外的农村小伙在寻宝方面也是很业余的 怕这还是第一次出门寻宝 与其说是到户外寻宝了 还不如说是到外面旅行来了 但是这个国外的农村小伙确实带着一把金属探测器 想必是准备在沙滩上游玩的时候 顺带着要寻找一下宝贝 没想到的是 这个国外的农村小伙运气非常好 他用金属探测器找到了一个保险箱 再把这个保险箱给打开后 监护得了很多的现金 你们觉得这些现金需要上交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